谈起名人的子女,每个人多少会有一点兴趣去关注,没有什么别的原因,也许只是因为爱乌及乌,又或者是恨乌及乌吧。所以一旦成为名人的子女,那也是一件很有压力的事情的。 就比如说下面的这位美女,孙岁芬,她是谁,大家应该不难猜到,她就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孙女。说起孙中山,相信各位读者都不会陌生,此人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,尽管他已离世近一个世纪,但后人们依旧没有忘记他。 这一点我们中国各大城市中的中山路便可看出,如今百年已过,孙中山的后人们也在世界各地,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。 今天小编所写文章的主角孙岁芬,是孙中山的长子孙科的女儿,包括她孙家还有樱花芬芳四朵金花,其中孙岁芬的年龄最小,但却是最漂亮的一类,孙岁芬从小就被送到母亲娘家抚养, 同年时期的她与父亲基本是隔绝的,很少得到父亲的关爱。在她八岁那年,就在上海滩遭到绑架,最终她母亲兰妮用十万美金才换回了她。 1955年,孙岁芬在香港高中毕业,其成绩优异被美国的一家教会大学以优厚的待遇录取,并承诺会发给她四年留美地奖学金。 然而最终因签证问题,孙岁芬的大学梦破灭,虽然孙岁芬无法赴美留学,但人生却在此时,为她打开了一扇窗。 当时台湾航空正在招聘空姐,由于孙岁芬长得眉目清秀,青春活力,在学校时就是校花,所以几乎是一去参加面试就被选中了。 就这样,孙岁芬因差阳错,的去台湾做了空姐,而她也成为台湾航空史上最年轻的空姐,可是,由于她从小与家人的疏远,所以孙家几乎没有一个人承认她的存在。 甚至在1973年父亲孙和病逝时,身为女儿的她赶往孙家奔仓,结果却被家族中的一位兄长当众给了她难堪,让她立刻离场。 孙岁芬忍住心中的悲伤,先是对父亲的临位鞠躬,然而竟只走出灵堂,留下一句话,我姓孙,是她的女儿,在家族中识意的孙岁芬。 孙岁芬在自己组建的小家中却是十分的幸福。孙岁芬的丈夫是二战时著名的飞行员孙康威,二人在航空公司内认识,当时的孙,岁芬是一位美丽的空姐,孙康威一见钟情,之后便展开了猛烈的追求,最终于1957年报得美人归,二人婚后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,生下了三个孩子,并且如今也各自有了自己的成就。 只是不幸的是,2011年,孙岁芬在乘车参加花博会时,途中遭遇车祸不至身亡。 这位曾经被称为台湾航空之花的传奇女子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一生,想年73岁。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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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